看电影是一项非常私人的事情 私人到什么程度就像刷牙一样 就是你能跟别人分享 就是牙刷的质感 牙膏的口味 但是你很难分享的是 你站在镜子跟前 刷牙那一刻的时候 所思所想 脑袋放空 可能在飞的时候想的东西 其实看电影也是 你在看的时候那些感受 那些细节 其实很难跟别人去 一一戏论和分享的 那就是也很感谢有机会 今天可以在这里 就是跟大家聊电影 聊了这么久 然后这种私人的一个状态 然后刷牙刷了这么久 我回家洗洗睡了 我去练手术去了